特殖政府非常重视大湾区建设的工作 我在事情报告中提出 特殖政府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 督导组近日已经召开第一次会议 未来将进一步打通大湾区人流、物流、基金流、信息流 强化与内地省市的区域性合作机制 加强大湾区城市之间的高水平合作 香港作为国籍金融中心 具备便利影响的环境 经济季度既有开放 基顺科技基建完善 交通网络、四通八达 是国际企业进入大湾区的重要门库 我们鼓励全球商界企业 充分利用香港的桥梁角色 好好把握在大湾区拓展业务的无限商机 我们下期见